對這個郭新一他當然在 這個頭上上的角頭 2019年各位記得有一個車行 也有一個瑕疵人質的案件 剛好在桃園市議會的旁邊 當時我還跟桃園市議長 幾個議員我們正在吃飯 叫做在服務處的旁邊 就發生了這個 最後就是郭新一出來協調 大家看那個錄影帶 就是說一身把它拎下去 那個郭新一就有點 就這樣跌下去之後 他直接載去他的那個身上 又繼續打 一般倒垃圾的話 就是光天化日 兵鴨柯林搞不好有其他的人 單垃圾車 現在我們來看詹山證 詹山證變成治安的起手勢 這種事情第一時間 市長一定都接到通報 這理論三都是這樣 市長接到通報以後 他一定會跟警察局長講話 警察局長會跟分局長說 這個事情要怎麼辦怎麼辦 可是詹山證這個事情拖太久了 而且他去是怎樣 各位注意看 他去的時間序 他跑到桃園分局去的時候 他是去慰勞桃園分局的遠景 慰勞什麼事 慰勞跨年晚會 咱們好像沒有發生這件事 他就是帶著那個應該是加菜筋或者是什麼 然後就去頒給分局說過年期間 大家遠景都辛苦了 那也維持跨年晚會的這個秩序 謝謝你們 然後順便去聽一下這個簡報 而且他做了一個非常錯誤的示範 人家記者問他說 那個你們有沒有擔心接下來會有幫派的火拼 理論上這個市長不應該回答 他應該會說這個由警察局長來回答 就是說涉及到接下來怎麼處理 涉及案情 張上正你是在假的你在說什麼 這個你完全都沒辦法 你也只是聽警察局長 而且聽警察局長講不代表你可以講 你應該說我就敲給警察局長 警察局長會衡量 如果張上正都說 我們現在在擔心什麼幫派的火拼 那這些幫派當然現在不會火拼 就是說你當一個市長 這個是你的起手事 就在你那裡發生的街頭 有一個大哥被打死在地上 這個時候接下來警方的辦案 當然就升高很高的層級 這時候你市長就是關心這件事情 但是你沒有必要出來講話的時候 還講說對對對 我們現在有在擔心幫派的火拼 我覺得這個事情 對警察接下來所有的部署 都會發生很大的問題 張上正這一塊 你可能還要再加油 接下來當一個市長 面對這種治安事件的時候 你可以學學那個盧秀燕 盧秀燕怎麼說 你說謝謝喔 對 沒有盧秀燕就會跑去 那個死者家屬的面前 然後抱著他 送暖 拍拍拍拍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媽媽市長 然後去安慰人家 盧秀燕就是每次只要 然後出來的時候 你只要問他盧秀燕就說 我們希望那個警政署 能夠加強治安的防護 他還裝是警察局的沒責任喔 沒責任 他剛才逢一個大學 開車叫給人家 一途比頭都來打死 那個也一樣 盧秀燕也是美中央 什麼一個大理的一個超市門口 一邊喝咖啡 你也去用大條 他也是怪中央啊 這都叫他無關的啊 所以接下來 每一個市長面對這種 治安事件的時候 其實在處理上啊 真的不要再做出一些 讓人民覺得說好像 好像不關你的事 或者是像沾山症的這種 又有點不關你的事 然後出來讓你講話的時候 你又講過頭 你那個案情你都在講 好 來 明賢哥我請教 因為以前柯文哲 他常常不是有一個軍機處嗎 軍機處也說 我們在這裡開花 七點半就要開花 他認為說沒有人做得到 他八年過去了對不對 然後講完安 有 我來做 但是尷尬的是今天一月三號 他說陳報取消了 為什麼取消呢 他有講 他說不要為了開而開 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是成會跟午餐會 我們就是看怎麼樣交替來進行 效率以最高為 就是用效率來當作一個 最高的指導原則 我給你請教 因為我本來是想說 益川哥有在台中待過 台中市政府待過 你們以前是幾點開成會 對 七點半 也是七點半 那有上班的都有 對 這樣我請教 他媽媽可以這樣做 他這個沒做的影響是什麼 差別是什麼 主要是說七點半是 把全部的局處 三十幾個局處所長丟來 那個變大堆頭了 所以我了解了 你也可以針對需要的 對 他現在是改變是這樣子 還是一樣局處 有重要局處 今天是討論這個政策 它是把那個跪 譬如說 討論內部交通 就是那個警察局長 交通局長 捷運局長 就叫幾個來而已 幾個局處了 不是說全部 我今天討論交通議題 其他所有單位都叫來 旁聽人家罰座 它是改變方式 所以七點半 小會還是照樣有開 我本來以為想說 七點半 然後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幾個局處所長 也是一樣問他 說隔天還是要跟市長報告 還是有 所以他們有一些議題 因為大家期待 講完上來一百天 就說很多人新人新證 擺這東西出來 柯文哲你不要說 當初怎麼樣 至少他在中校西路 拆公車專用道 那是快的 我們看到 這市長起來不一樣 所以蔣市府那邊 他們幕僚團隊也在研究 我到底要做什麼東西 當然今天有拋出一個 幼兒教育出來 鼓勵生育 說我幾個 我多久時間要達到 250萬人口恢復 然後要第三個 副市長趕快上去 這個都有 所以陳偉是改小型的都有 然後如果我沒聽錯的話 應該是下禮拜六日 他們還要再開共識營 把所有的局勢 叫來 所以還是有 索錦樓斯 你說我怎麼就任 都要選不選贏 就驕傲了 不可能 你對他來說 檢驗才是選上才是開始 人家會檢驗他 而且老實講 是全國媒體都會關注到他 而且蔣萬現在開始 也回應政治議題 所有議題他都回答 他還沒什麼 他不是像 一開始侯友宇講說喝他做事 蔣萬沒有講說 你竟然是借蔣萬安 然後再踩侯友宇 不是 萬安他比較不一樣 侯友宇確實他在第一任的時候 問到國政議題 或問到政治敏感的議題 侯友宇通通都回避掉 他不碰這些議題 那蔣萬的策略是 媒體問他 他也不閃 他所有議題他都出來 所以他認為說 他自己也意識到 不是藍軍對他有期待而已 顯然包括民黨 也會用放大鏡檢視他 所以他會很謹慎 不是說我今天 今天辛苦沒辦法 我的城會就不開了 改變形態而已 我們高雄市有流傳一個笑話 韓國瑜為什麼跑去選總統 因為他不知道市長要那麼早起床 這種城會 一般都七點半開 因為在開的時候都順便吃早餐 像我們一台中在開城會的早餐都難以下院 你是說因為在開會的過程才難以下院吧 開城會的時候 我們新聞局做冠軍 報告說今天有什麼事情 長安發現什麼事情 等一下市長有幾個地方要受訪 有什麼題目 等一下市長你怎麼回答 會發生什麼事 今天議會有誰要弄我們 哪一條預算會被砍 然後我們下禮拜幾要發佈哪一個政策 那個政策一發佈 國民黨會怎麼跟我們抹 就是每天去對這些事情 可是有時候是只有五個人 就是說一個市長三個府 市長一個秘書這五個 有時候新聞的議題 就是跟新聞有關的這些政務官 基本上開這個會都是政務官而已 事務官很少參加 事務官會參加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說要說醫生 可能會叫那個主計處長來 叫誰來 所以五天都會開 但是五天的組成都不一樣 唯一共同的人那個叫市長 拜一國林規 所以台國也不知道說 有一些像在議會裡頭是爐主的 你像我高隆叫的農爐主 就是議會一定都會去問 這種爐主的火一定要去開 因為每天都有你的事情 那所以每次去吃這種早餐 都難以下宴 難以下宴都沒吃 因為這種很痛苦 像柯文哲那一種就是 說不定就把你擋過那種的 那種很痛苦 所以成位是這樣 因為很多的行程是八點開始 所以你大概七點半 大概八點八點八點十分 市長就要離開 所以一定要提早開 可是你也不能用七點 因為你用七點 收為同仁六點要去買早餐 所以那個也不能弄得太久 我還沒想到 這首輯 高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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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便 高速轉 你本身